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图呢 来看一些关于这个折射率呢 跟波长的关系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马上可以看到 折射率的这个图呢 折射率的这个图呢 和横轴的Omega的关系呢 就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到 不同的Omega 可以决定它的这个折射率 这就是射散 这个字Dispersion的这个来源 因为呢 不同的频率 不同的颜色 就代表的是不同的这个波长或频率 那它有不同的折射率 那在介质中 被折射的时候呢 不同的光就会走不同的路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叫做Dispersion 就是不同的频率 有不同的折射率 第二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在大部分的情形底下呢 我们看到曲线都会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Omega比较大 频率比较高 波长比较短 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折射率 好 那这是通常会发生的情形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Normal Dispersion 叫Normal Dispersion 那我们以水为例 比如说水的这个蓝光 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呢 蓝光的这个频率呢 比较高 所以呢在Normal Dispersion底下呢 蓝光比如说在这里 蓝光的波长在这里 红光的波长在这里 那蓝光的看到折射率 就比红光呢 所感受到折射率呢 还要大 所以蓝色的这个光 蓝光在水里面折射率 比红光折射率还要大 这是因为蓝光的频率 比红光的频率呢 还要高的这个原因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解释彩虹这个现象 我们知道呢 彩虹呢 是这个光线呢 比如说太阳呢 或者是什么光线在这里 然后呢 它发出来的电磁波呢 在这个水 那通常呢 比如说是云里面的这个小水珠呢 那不同的射光呢 有不同的折射率呢 造成的这个射散的现象 比如说太阳光这样过来 那因为蓝光的折射率 比红光的折射率呢 看到折射率还大 所以蓝光的折射呢 就比红光的折射呢 还要大一点点 所以在这里蓝光的折射 就比红光折射还要多 然后呢 在这个 水珠的背面这边呢 在水珠的这个背面这边呢 发生了这个反射 注意哦 这里不是全反射 只是部分反射 那因为这是水 然后呢 这是空气 那有介质在这里 所以它有反射 那红色的反射呢 走着一个路径 蓝色的反射呢 走着一个路径 接下来呢 再到这个水跟这个空气的这个界面 蓝光呢 又再发生一次折射 红光呢 也发生另外一次折射 这时候呢 就会让蓝光走的是这条路径 红光走的是这条路径 好 那如果说我们在空气中呢 在天空中呢 有云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云 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水珠 水滴在这个空气中 那这时候呢 太阳光呢 进来 太阳光这样进来 那么 这时候呢 上面的这个水滴 上面的这个水珠呢 它每一个水珠呢 它的红色光呢 会走 经过一次折射 一次反射 再一次折射的时候 它会走在下面 所以呢 上面水珠的红光 会走这条路径 下面的水珠 它的蓝光会走这条路径 那如果说是上面这个水珠呢 它的蓝光呢 走的就是这条路径 下面的这个水珠呢 它的红光呢 走的就是这条路径 那人的眼睛呢 是在这个位置 人的眼睛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会看到 上面的水珠的红光 到它的眼睛 下面的这个水珠 它的蓝光到它的眼睛 所以呢 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呢 是红在上面 蓝的 红光在 这个红在上面 蓝在下面 所以呢 就是红层黄绿蓝电子 这样下来 按照波长 按照它不同折射率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彩虹 是这个样子形成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再接近呢 这个resonanc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模型里面的 这个自然振动频率的时候呢 从这里到这里呢 折射率呢 是波长 不是波长 我们应该讲 频率越大的时候呢 折射率越小 跟我们大部分情形是相反的 就是 Omega比较大 那折射率就比较小 那就是不正常的 跟 也不是说不正常啦 就是跟另外一个部分比起来呢 是异常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Anomalous Dispersion 好 那注意你看 在Anomalous Dispersion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α通常会是在最大吸收的地方 就是这个α会在的值会是最大 所以呢 它也代表说 在这个Anomalous Dispersion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吸收 好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图呢 我们刚才讲 这个光线 这个不同的波长呢 折射率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在这里呢 N-1呢 过一段时间呢 它又到下一个 然后呢 又再这样下来 好 所以呢 会有一段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N-1 是小于0的 就是这里这样画下去呢 N-1是小于0的 N-1 小于0 代表N小于1 N小于1的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些材质里面呢 它的波数 跟这个除以V呢 等于N呢 会小于1 那这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在这些材质里面呢 波数呢 会 它的Face velocity 会大于光速 好 所以Face velocity 会大于光速 好 但是呢 它的Groove velocity呢 并不会 那因为Groove velocity呢 会等于D Omega Dk分支 D 就是K对Omega的这个微分呢 在分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它的Groove velocity呢 这样算出来呢 它并不会 比这个 光速还快 那我们从物理上面 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这样 电磁波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 这一层原子的 正负电荷的这个震荡 然后呢 再去影响到 这一层原子 在这一段距离里面 事实上呢 这里是真空 所以呢 从这里到这里呢 还是以真空的速度在跑 这里到这里 还是以真空的速度在跑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Face velocity呢 就是这个向速度呢 比光快呢 可是呢 真实在介质中的时候呢 它的影响一层 影响一层 影响一层的时候呢 它绝对没有办法 比光速还快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呢 如果说 我们现在是远离 这个Resonance 是在这里 很远的这个地方 那在远离Resonance的时候呢 那我们讲呢 这个后面的这一项呢 因为它跟它的差值呢 比较大 后面这一项呢 I gamma Omega的部分呢 我们就忽略不计 那我们就可以把 折射率N呢 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写成这个样子呢 OmegaJ呢 跟这个Omega OmegaJ的平方减 Omega呢 自然震荡频率的 自然频率的平方减掉 我们驱动频率的 这个平方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对于大部分的 透明物质来讲 Transparent Material 这个 自然震动 自然频率呢 它的Natural Frequency呢 通常是在 紫外光的这个范围 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它在紫外光的 这个范围底下呢 所以在我们的 这个可见光的 这个范围呢 这个Omega呢 通常会远远小于 这个OmegaJ 因为这是紫外光 频率非常的快 那远远带Omega 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呢 OmegaJ平方呢 远远带Omega平方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用二向式展开呢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把OmegaJ平方 然后这个是减的 然后分之一什么 你这个稍微处理一下 你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好 得到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呢 带到每一个 这个自然 这个Natural Frequency 所对应到的这个向里面 所以折射率N呢 就会等于1加 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东西 那这里呢 会有一个Omega平方向 这里是1Omega平方向 所以呢 它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2MF分之NQ平方 SigmaJ OmegaJ的这个平方分之FJ 那就是这一项来的 那另外后面这一项呢 就可以写成Omega平方 OmegaJ平方 OmegaJ平方 就OmegaJ四四方 然后呢 后面这一项就会有这个 好 那因为对于这个材料呢 它的每一个自然振动频率呢 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的值加起来是固定的 那对于这个东西呢 它的值呢 加起来是固定的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里面呢 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 因为Omega呢 是跟这个 是这个频率 那频率呢 跟波长呢 是成反比 这个是角频率 那角频率跟波长成反比 所以呢 这是Omega平方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写成呢 让达平方分的 这个什么光速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再把其他常数 通通都在一起 写成这里面的B 然后呢 写成这里面的AA乘以B 然后这里面呢 全部加起来 还是一个常数 我们就把它写成A 所以折射率N呢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1加A乘上 这个1加上让达平方分之B 那这叫做 Cosys Formula 那这是用来 处理这个 一般透明材料的 折射率跟波长的这个式子 所以呢 这里面 就会告诉你说 当你有不同的波长 你只要一个材料里面的A 知道了 一个材料的B 知道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材料呢 对应到不同波长的时候 比如说针对这个 可见光的这个部分 不同波长的时候呢 它所对应到折射率呢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 把它算出来 那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B等于0 那N就等于1加A 所以呢 A呢 代表的就是 Coefficient of Reflection 就是这个 跟折射率直接有关的这个部分 好 那么呢 B呢 是代表呢 不同的波长 或不同的这个频率呢 所会对应到呢 不同折射率部分 它是对应到射散的部分 所以这个Cosys Formula呢 这个B呢 就叫做Coefficient of Dispersion 那对于任何的这个 可见光呢 来讲呢 这个 只要知道A跟B 那你就可以得到 波长跟N的这个关系 好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算是我们的材料 这个非常接近紫外观 或非常接近这个 非常接近紫外观的话 那在那里的情况底下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折射率 在那里呢 它的折射率呢 严重会受到材料的这个影响 那么呢 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呢 在这个如果说是波长呢 是在这个Altroviolet底下呢 这时候呢 折射率呢 会变得非常非常难控制 所以我们很难向在可见光的时候呢 弄出一个透镜呢 来让光呢 来折射呢 我们让这个成像呢 把这个要做时刻呢 所需要的这个电路图啊什么呢 把它成像呢 在这个半导体上面 如果说是这个极紫外光的时候呢 那这种镜头就非常难处理 这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用透镜 这时候通常呢 都必须要用反射元件 来处理这个东西 那所以呢 在这个EUV的系统里面呢 通常呢 这个透镜呢 太难处理了 所以呢 几乎都是反射元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这种EUV的这个系统呢 现在全世界呢 能够整合起来的 只有ESMO这家公司 然后能够把它用的最好呢 就是台积电这家公司呢 因为他们现在要处理的呢 是这个波长的这个等级呢 是在这个几个奈米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 你的镜头会非常难处理 那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的这个工程的问题 当然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这个物理现象在里面